拿着这个 帮哥给要一个签名去 谢谢 谢谢 去吧 后面排队啊 少顾住你 姐姐给你 谢谢 您别挑了 后面还有那么多人吗 小朋友 这 谁给你的这本书 那个哥哥给我的 金小姐 阿淑哥哥 金小姐 金小姐 阿淑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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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淑哥 阿淑哥哥 你真的以为他教了你那几招 你就可以打败飞连了吗 能不能打败 是我自己的事情 放弃吧 我说过了 我会帮你得到林药草 我自己可以得到林药草 为什么要你的帮助 就凭我是你从前爱的人 当你想起从前的一切 你就会知道 我才是你爱的人 而不是那个屈正 他一直在欺骗你 你为什么到现在还要相信他 放手 就凭百万而今是我屈某的妻子 这理由 少公主可还满意 妻子 她明明这 她是何人 等她恢复了记忆 她自然会明白 无需少公主提醒 臣起路重 夫人 还是随我回屋休息吧 站住 屈某带妻子回房休息 何时需要经过他人的同意 少公主应该比谁都清楚 这五湖会禁止私斗的规矩 但若少公主 真的执意要和屈某一决高下的话 那屈某自然是奉陪到底 阿正 我们走 少公主跟了这么久 有什么话不妨直说 你到底想骗阿初到什么时候 少公主说的 可是屈某的夫人百万啊 你别太得意 当她想起从前的一切 她自然会知道 她真正爱的人是谁 届时只把她恨得一见杀了你 可如今看来 真正想杀了我的人 可是少公主你 我确实想杀你 但不是现在 而是在擂台上 少公主这是要妖战啊 你我之间 这一战必不可少 届时我们两个人 只有一个月能活着走出擂台 那屈某 就拭目以待了 五湖会擂台赛第五十四场比试 九重幽宫弟子飞联 对战金氏标局金百万 百万加油 百万小心 别怕 出招吧 九重幽宫弟子飞联 请求此战告终 你说什么 理由呢 因为飞联 不屑与金百万这种 无耻小人对战 你凭什么说我无耻啊 你把我话说清楚 昨夜 金百万为了能够赢得这场擂台 竟趁我不备偷袭我 将我打伤 你血口喷嚷根本没有的事 如此说来 你承认你们二人在打猎前私斗了 是 你们怎么能信他的一面之词呢 我昨天根本没有见到他 他在污蔑我 此事由我九重幽宫弟子可作人证 五湖会严禁私斗 不知此事 裁判该如何判定呢 金百万飞联破坏五湖会规则 本裁判代表五湖会宣布 取消二人参赛资格 凭什么 俊公子 什么情况 曲政 你让他跟飞联打 你是想害死他吗 少公主既然明白 那当初为何又要叛逃 帮百万赢过淘太赛呢 我和你不一样 我自有办法保护他 他赢过了淘太赛 即使他侥幸打赢了飞联 那日后更多更加凶险的擂台 还在等着他呢 这恐怕 不是少公主能一一左右的吧 现如今的局面 确实是你我二人一手造成的 但是若想挽回 也未尝没有办法 你什么意思 今日就算是少公主不来 我也打算去找你 因为为了护百万周全 我可以无视任何规则 不过思来想去啊 还是少公主来行事 更加方便一些 我凭什么为你做事 是为了我 还是为了百万 你自己想清楚了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件事了 百万为何如此说啊 我就猜你肯定知道了 你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怎么可能会任由他们诬陷我 百万猜得没错 我认为此事止步于此 对你来说是好事 凭什么是好事 五湖会凶险重重 就算你赢得了第一场擂台 你又怎么保证 你之后的擂台 不会遇到比飞联 更加可怕的对手呢 我承认 你教我那三招 无法支撑到最后 但我还是想靠自己的努力 可我不能眼看着你深入险境 这件事情交给我 放心吧 我一定会帮你拿到灵药草的 你总是阴情不定的 你要是突然变卦怎么办 我答应过你的事情 何时变卦过了 好像有吧 别想 百万 我可是上一届的五湖会魁首 若想连贯 自然也不会费力了 你这么说也是 但你真 你就这么不相信你的夫君吗 谁让你总谋我 我们一定会一起 平安地回到我们的听情院呢 嗯 人家 我最喜欢你 颜文特制大理丸 一科顶十年功利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过来看看 颜文特制大理丸 呦 大理丸啊 干吗 坑啊 谁让你吃的 付钱了吗你 怎么怪我 宋建山 你 大力丸居然吃死人了 快去乱乱 宋建山 装死是吧 换我好事 信不信我扎死你了 我开个玩笑嘛 断我财路 你不要命了 我这还不是看 沐秋小姐啊 每天以泪洗面 你还在这儿赚黑心钱 提醒 提醒 我 你懂个屁啊你 我要是不赚钱 我怎么给他妈 好吃的哄得开心 好吃的 卓卓 我也想要好吃的 买给我好不好 我 宋建山 你怎么那么 不要脸呢你 我 我就算不要脸 我还要嘴啊 你怎么当记住这样 你住嘴 我是住嘴了 你没住嘴啊 我 你别过来啊 我阿娘说得果然没错 女人我惹不起 我惹不起 我 宋建山 你别过来 我站住 我站住 听秦苑院院主屈征胜 决赛将于明日午时开赛 由听秦苑院院主屈征 对战九重幽宫少公主 晴云 小姐 阿珍又进决赛了 看来 今年的魁少 不是屈征 就是九重幽宫的少公主了 这两人打起来 直逆要看哪 开始 吃饭 吃饭